小必大家对山海街也是很了解的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他 有人说不就是一本《荒代不记得》这块小说吗 当然是同样认可的 在西汉时期就有那么一个 那就是司马迁 但是那个时候司马迁对山海街的认知 可是基于其人对那个时代 对山海街的世界外的认知 而此时的我们则是已经步入了科技时代 所以认知和司马迁相作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好了我们长话再说 今天我们谈的是山海街的想象图 山海街的想象图是基于山海街所讲的内容 而标出来的一系列地理位置 本来这是一个直观研究山海街的方式 知道它的出现 说术人却找到了另外一个诡异离统的存在 那就是古玛雅人的宇宙盘 那么这宇宙盘和山海街有什么联系吗 很久很久以前 很多考古学家在科班玛雅遗址道中 挖掘的时候出土了一枚金盘 这一枚金盘很别致 上面刻画的花纹也是很完美的 考古人员拿到金盘后 先将它洗干净 金盘上清晰的图案写下了出来 本来以为这图案上面的东西 也是玛雅人的一些文字什么的 可是符文图案越是清晰越是神秘 当时的考古学家一度认为 这不是玛雅人留下来的 但是从科班玛雅遗址到中挖出来 又说不通 无奈之下这些考古学家将金盘上的痕迹 复印出来 然后又邮寄到著名的天文学家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专业的研究所 希望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然而人们只得出了金盘上的一些 很可能代表的一些事意 毕竟这些都是猜测 所以只供猜考 而这个金盘就是后来的玛雅宇宙盘 我们再看山海星的秘密 就像说书人说的那样 由山海星将山海星标出来的话 我们将得到更多的信息 甚至还可以得出圆形的地图 这又代表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边缘的扶桑神术 而玛雅宇宙盘是世界神术 都是崇拜太阳神的 所以这两课书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 只要将玛雅人的宇宙牌摆这一点 你会发现更多的信息 诸如宇宙牌导致的恶魔属地 天堂之鸟的属地 地狱属地 我们可以摆着与山海星图重叠一下 你会发现更有意思的存在 这里说书人就不多讲了 大家不法尝试一下